那這在縮水狀況下 目前看起來 俄羅斯是要拿下整個克爾頌州 全部控制之後 準備在5月份發動公投 讓他成為傀儡國 另外也想要把盧甘斯克 盾內刺客 整個盾巴斯州 通通拿下來 而且目前進度 還是穩定的往前走 那穩定的往前走的時候 俄羅斯的軍隊的素質 確實不如烏克蘭 俄羅斯的軍隊 不喜歡在下雨天打仗 可是你看到烏克蘭 縱使他被俄羅斯 整個包圍住 像馬力波一樣 他還會努力的 想要運補給自己的弟兄 俄羅斯沒有這種士氣 然後下大雨之後 俄羅斯明明可以沿著道路部署 他不這樣走 就陷在泥巴裡面跑掉了 俄羅斯的素質不好 但他現在多掉了幾十 大概一二十個BTG 他的銀集戰術團 進入到烏東地區 特別在一九亩這個地方 掉了這個戰術團以外呢 也掉了戰術導彈飛彈 來到最前線 目前還往前推進了幾個村落 所以我必須要講 目前的烏克蘭戰事 雖然我們都看到樂觀的一面 但是俄羅斯正在讓烏克蘭的防線 逐漸縮水當中 但是一個轉捩點就是國際的援助 國際援助是 奧斯汀在基辅講出的那一個是美國 我看最近五十年來我沒有看過美國做這樣的宣告說 俄羅斯正在戰敗 而且戰敗還不夠 我們要讓他的軍力衰退到無法重建恢復 以免他在幹這種壞事 特別在不查這種屠殺事件之後 這個是一個國家對一個國家說 我要讓你的軍力neutralize中立化 那個是俄羅斯講給烏克蘭聽的 現在是美國講給俄羅斯聽的 這等於是宣戰 在他動作之後 你可以看到那四十二國的防長或者降臨的會議 他其實要整合的是指揮運輔 甚至於生產體系 英國的外交部長講的是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把俄羅斯逐出烏克蘭全進 他後面裡面有的一段 他說我們現在整合飛機大炮坦克的生產線 看怎麼樣調配 然後呢除了這以外 美國也指派了一個退役中將叫做Wolf Wolf中將他在伊拉克 他在阿富汗 他在德國都曾經服役過 他是訓練 他是裝甲兵 他是步兵 他是戰術以及國際協調的高手 所以伊拉克那時候在打伊斯蘭國的統籌指揮官 就是Wolf 所以現在Wolf美國指派一個前中將來統籌所有的這個整合事項 這個幾乎已經在建構聯軍 所以當你建構聯軍 德國法國英國火炮啦訓練 現在烏克蘭好幾支部隊在英國受訓 這是Boris Johnson說的 法國德國不在低調開始供應坦克長生火炮 我們看到日本看到立陶宛看到芬蘭看到瑞典看到捷克斯洛伐克波蘭這些都開始整合來援助的時候我們必須密切關注緊接而來的5月9號之前 只剩兩個禮拜5月9號他的勝利日5月9號之前西方盟國包含日本這國家整合的運補重裝備的提供 會不會讓我剛才講目前戰事烏克蘭戰線正在縮水當中產生逆轉 那一旦逆轉俄國將他沒辦法再恢復了 是我們看到其實在烏克蘭方面雖然即使這個俄國呢俄軍方面也許有些些微的進展 但是我們看戰爭的整體現在俄國是不是在持續的在衰退當中呢 來范老師因為烏國就說了嘛你快輸了你才會這樣嗆一下嘛 不然普丁也不需要如此啊 這個政論節目的主持人索羅維約夫啊 我看他就像中國的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一樣嘛 講這些大話對不對 我要把英國給打掉 我是必須要講啊 當他講這種話的時候就表示他內部的士氣出現的問題 所以一定要靠這種極右派的激進的愛國主義的人站出來放狠話 現在看起來到底俄羅斯是在跟烏克蘭打還是在英國打 我認為啊這個強森啊 Johnson的這個首相啊 他最近因為國內的問題啊被國會議員批評的很厲害 因為他之前疫情的時候他還在家裡開party 結果被人家說他說謊 所以他現在剛好趁這個機會 我覺得他是趁這個機會啊 要奪取話語權 透過這次跟烏克蘭的這個強烈的這個支持啊 來獲得國內民意對他的一個肯定 所以我覺得 Johnson是在把自己的國內的危機 做一個議題的轉讓 那剛好在這個時候 所以你看為什麼他的外長 這個特拉斯說要把俄羅斯從克里米亞趕出去 這個話是非常強烈的 抱歉烏克蘭跟你英國什麼事 而且你英國根本在歐洲大陸以外 你都脫離歐盟啊 但是為什麼他這麼積極 當然我們知道英國要重新 帶領這些中歐國家或者是東歐國家 這些國家過去很多是蘇聯時代的附庸國 他們現在覺得英國真是特別強硬 所以英國可能可以帶領他們构同來對抗什麼 通常俄羅斯 烏克蘭真的不要笨到去承認 我覺得現在俄羅斯也夠聰明了 我們哪有能力攻擊啊 我們不會幹這種事 這種事情不叫假期行動 這種叫做湮滅貪污的動作 他們因為貪得太厲害了 只好用這個方式告訴普丁 我們被烏克蘭打爆了 所以說也沒有了 這跟我們沒有關係